当材料和工具都准备好以后,就要做一些文件上的准备功夫了。 首先,成建商在开工之前,就应该要尽快参考工程合约的内容和一切相关的文件。 比如施工章程,建筑图纸,放大样图和合约细则等等。 那样才方便挑选材料和进行策划的工序。 同时,成建商还要成交有关资料给工程师审批减合,其中包括由生产上提供的瓷砖、白胶浆产品资料以及样板等等。 还不止这些呢?这些材料就像人一样,要合得来才可以。 所以就一定要有白胶浆、瓷砖和各种打底材料的互相配合认同书才行。 就好像你跟丙嫂一样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 嘿嘿,这也是一种情趣嘛。 另外呢,还要加上所有材料的有关测试报告和其他工程的参考资料,那才可以。 接下来我知道,当成建商得到工程师对各种材料的审批之后, 要制定一份贴强身瓷砖施工程序建议书, 也就是Purpose Math Statement, 然后交给工程师审批。 没问题的话,可以按建筑图纸和放大样图来定材料了。 没错了,不过成建商在订料的时候, 除了要计算好基本的用量之外, 还要根据合约预定足够数量的材料, 以避免会有损耗以及交楼之后做保养之用。 当材料运到工地的时候, 成建商就要和工程师代表一起随意提选进行检查, 做质量的验收工作。 郭强,那你记不记得瓷砖的验收方法是什么呢? 记得,秉书你教过我的嘛。 首先呢,就是把各种瓷砖抽样, 平放在一张四尺乘八尺的台面上。 然后,再按照工程师批合的样板, 检查颜色, 厚薄, 大小差别 和瓷砖的弯曲度。 之后还要反过来再检查一次, 因为这样才够准确嘛。 而马赛克的验收方法呢, 就跟瓷砖一样, 可以随意抽查各种材料。 依照样板的要求, 看看有没有色差, 是否翘驱, 马赛克底空隙宽度是否均匀, 有没有受过水汽潮湿而脱落。 也可以放在木板上面, 做随意抽查石板。 清除上面的纸之后, 还要看清楚它的庐山真面目。 如果有破裂石的话呢, 就要承报工程师和厅曲去指示了。 嗯, 凯撒是有点记性啊。 而且为了进一步保持良好的品质, 承建商还一定要按工程师的指示, 在正式施工期最少四个星期之前。 无论是做内外强身的工序呢, 都要在工地上, 找一个至少有十平方米的地方做大样板。 就是实地贴样板, 以便工程师查看瓦工师傅的手工技艺 和整体配色效果有没有问题。 看过了所有的材料, 文件和样板都没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开始贴瓷砖的工具了。